我是唱三哥 最近心事有点多 我出来散散心 后来没想到 我和一个大爷 夜山上闹了一下午 八十多岁的大爷 说话还这么利索 然后 一开始闹得好好的 后来就是 讲到激扬的事情 就是一句他妈的 一句奶奶的屯 我内心就是这样的 魔草 一碗红烧肉就两毛八分钱 两毛八分钱 两毛八分钱 我们不试着吃啊 八色的吃啊 不加的也好 那爷那时候你们的房价多高啊 房价也好 我们的房子 不是我们的房子 在家里 我们的房子 回家费给你 我问你多钱吗 我问你多钱吗 一碗八分钱 我天 那时候你们房价 哇 现在就像我们 就咱们这块的 就是一千 一千六百块钱一个月 然后大城市的 北京那会儿 差不多就是 五六千了 一个月 那几个月 那些什么都不价 还有虾城 不是虾城 很有虾城 有虾城 有虾城 大爷要帮忙吗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吗 大爷慢着大爷 和大爷 落了一下午 也是落了太阳落沙了 年纪关系 特别重要 你有本事没本事 都是次要的 就是对死亡 这种事 跟大爷谈一谈 这种东西就是 死亡和钱啊 这方面 都是 来了你是躲不开的 落一落 反正我也闲得淡头 落到还不错 听大爷说 这种东西